把小孩打死 男子戴安全帽快步上车 警方借户一送 他就是狠心打死四岁男童的继父 14号晚间 只因为儿子吃饭不乖 继父罚贵 还用脚踹扫把殴打 凌晨又把儿子丢到门外部里 导致内出血死亡 发现被害男童身体有多处 不明显的差错伤及余伤 初步研判是内出血伤重死亡 涉犯杀人罪嫌重大 且有勾篡及逃亡之余 向法院申请挤压禁件 亲生儿子被痛殴 妈妈在场却不敢制止 凌晨四点把儿子抱进屋急救 仍无力回天 一直拖到晚间十点 继父才报警自首 两人半时十八小时 声称是为了安顿其他孩子 你们有看到那个 你们哪个 小朋友妈妈 出汤啊 半夜我睡到一半夜 我就听小孩子在哭啦 爸爸踹他啦 然后拉他就乱 附近邻居说 继父平时就会打小孩 也常喝酒 因为这三个孩子 是女子与前夫所生 去年前夫因安入狱 两人离婚 与三十四岁男子热恋 短短两个月就闪婚 但工作不稳定 没想到竟然会打死孩子 很不舍 心里很难过 想说是不是来领导他 之前是有高风险的一个通报 我们社工下去访试 看到生母也是极度的哀痛 脸书上再婚夫妇甜蜜合照 更有不少孩子的身影 四岁男童跟着哥哥姐姐玩耍 活泼好动 天真可爱 只因为吃饭不听话 继父竟然狠心虐打 丢马路致死 训后以加重伤害致死罪 以送法办 杰城胜伟韩志欣 蔡顿莹 展华报道